前文介绍了市集广场,市集广场往西不远,就是城堡广场,Bug Square,其实这里才是布鲁日的历史发源地,比市集广场还要早,先说说为什么叫城堡广场,公元前一世纪,凯撒征服高炉后,就在这一带设立了要塞,主要是防范来自海峡对面的不列边的海盗,当时的居民主要是罗马人和同化了的高炉人,测世纪时,新罗马帝国开始衰败,法兰克人来到了这里, 九世纪时,为了防范来自北方为惊人海盗的欺扰,当时的弗兰德斯伯爵阿尔努夫一世修建了一座封闭的城堡,随后以城堡为中心发展成了日后的城市布鲁日,后来布鲁日有了城墙,城堡也被后续的建筑所取代,但城堡原来的位置及周边建筑就组成了城堡广场,广场南面的这座后,哥特市建筑,是布鲁日市政厅State with Van Bragg,建于1376到1421年,主要是市议会办公室, 市政厅的地方,也是整个尼德兰地区最早的市政厅,市政厅的一部分作为博物馆可以看观,我没时间细看,不过从这座600多年建筑本身,也能看出当时布鲁日的繁荣富足,市政厅的屋顶紧挨着市政厅的,曾经是个登记机关,大概办理与市民有关的登记事宜,市政厅的另一边,有个非常重要的教堂, 教堂叫做圣穴教堂,The City of the Holy Blood,Illic of the Viliac,初建于12世纪,弗兰德斯伯爵西奥多里克的斯加小教堂,十字军东征时,带队参加十字军是每个贵族骑士必须要做的,弗兰德斯伯爵自然也不例外, 1148年,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,曾协助他的妹夫鲍德温三世围攻过大马士革失败,1156年,他到达圣地耶路撒冷,1159年回到布鲁日时,从圣地带回了耶稣的圣穴,据说是鲍德温三世送的,所谓圣穴,我想可能是被朗基努斯的长枪扎到耶稣的肋骨后流出的血,圣经中并没有细节,很多都是中世纪的传说故事,至于是不是真的, 就像欧洲很多教堂内供奉的耶稣十字架的碎片,据说能凑成一片森林,教堂正面,途中右侧下方手持宝剑的镀金人物,就是从圣地带回圣穴的弗兰德斯伯爵西奥多里克,教堂虽不大,但被范蒂冈封为以及宗座圣殿,Mylar of Silicon,教堂内部不大,但装饰得非常惊艳漂亮,因为限制拍照,所以只随便拍了一张,装有圣穴的小瓶就供在主祭坛前,教堂有上下两层, 下层是圣巴西流小堂,据说供奉着圣巴西流的部分遗骨,圣巴西流是四世纪时东方的一位神学家,基督教圣人,东方四大圣师之一,下图中的建筑是布鲁日的皇冠假日酒店,是个现代建筑,不过酒店原来的位置则是布鲁日一座已经消失的著名大教堂, 圣多纳亭主教座堂,Street,A Nation's Cathedral,当然酒店的位置只是大教堂的一小部分,大教堂建于950年,用来供奉基督教圣人圣多纳亭的遗骨,圣多纳亭是公元四世纪亚年的大主教,但法国和弗兰德斯一带影响较大,公元863年,弗兰德斯伯爵报德温仪式将圣多纳亭的遗骨,从亚年代到布鲁日, 后供奉在这里的教堂,当时的圣多纳亭教堂是布鲁日规模最大的教堂,而且是教区的主教座堂,1799年,法国第一共和的军队占领了比利时,解散了教区,并将大教堂移为平地,历史上布鲁日的数百名领主,贵族和名人都曾葬在这个大教堂内,1441年,著名的画家杨凡·艾克也是葬在这里,20世纪,在修建皇冠假日酒店的时候,发掘出人大教堂的地基, 现在酒店的地下部分还保留有教堂的地基遗址,下图右侧的巴洛克市建筑,是圣多纳亭教掌楼,Sint Gunas Pursi,也就是元大教堂的配套建筑,大主教的官邸和教会的办公场所,教掌楼与房观酒店之间的空场,就是元大教堂主体位置,图中能看出布鲁日中楼离得很近,现在的教掌楼建于1665年,其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就是为了对抗宗教改革,教掌楼前的布雷德尔街, 连接着城堡广场和市集广场,街上的巧克力店,来一个尝尝,马车成为主要游览交通工具,女车夫兼导游街头卖艺的,不知这是什么乐器,广场东侧的一座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建筑,Rex Bridge,不知称作布鲁日自由大厦是不是合适?